真观之德来万邦 浩如沧海吞河江 日后的苏氏在观看过严厉本所作的一卷 直贡图之后留下了这样的题话诗 相比经历半生坎坷中成大师的欧阳巡和于世南 比他们晚出生约四十年的严厉德严厉本兄弟要幸运的多 他们的父亲严皮因其书画造诣得到北周五帝宇文雍的赏识 娶了周五帝的公主 也就是说日后传为严厉本所会的历代帝王图中 这位周五帝就是严氏兄弟的外祖父 入堂后两兄弟追随李世民 为初堂在建筑绘画雕塑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成就 尤其是被誉为单清神话的严厉本 他的画作见证了真观年间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 体现了初堂时期万国来朝 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 在为秦府十八学士画像之后 又过了几乎二十年他再度受命 与长安太极宫东北渝建成的林烟阁内 绘制了二十四位开国工程像 林烟阁二四工程由此闻名于世 如今现存的归于严厉本名下的作品 最为接近其原貌的手推北京故宫 所藏宋摩本不碾图 其次为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所藏历代帝王图 而在台北故宫 目前所藏最接近其作品风格的 因为这卷《萧逸转蓝亭图》 有关这个故事可参与我们在第八期节目 《蓝亭往事》系列中对这幅画的介绍 该卷虽为宋人摩本 但线条刚进有力 人物表情生动 这卷严厉本直供图 也是台北故宫的藏品 为后世摩本 依据提签归于严厉本名下 画作内容描绘了贞观五年 即公元631年 婆利、罗刹、林毅三国外交代表使团 携带珊瑚、象牙、骑士、鹦鹉等各种奇珍异物 向大唐帝国朝贡的场景 在这幕极富戏剧性的场面中 画幅两侧分别有两只被驱赶的山羊 不仅造型准确 画家还用不同的线条表现其毛发、肌肉和骨骼 相比此前的画家大大发展了单线勾勒的表现能力 台北故宫还藏有另一幅 传为此后中唐时期画家周房所绘的蛮移之共图 描绘了一位来自西域的朝贡者 也赶着一只山羊 可见这类牵着羊朝贡的场景 成为此后画家们一种经典图示 严厉德严厉本兄弟的画作虽然均难见原貌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流传下来的 《朝灵六郡》系列浮雕中 以窥气造型和用线的特征 在初唐 这个群星开始闪耀的舞台上 还有哪些伟大的艺术家 他们又留下了怎样的作品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